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上海江南造船场之内 近日是惊醒了一艘 外星神似中国海军052D型的 导弹驱逐船的船舰 根据报道 这是中国大陆军方媒体 披露的最新消息也说 海警版本的052D 已经开始下水 即将展开了这个西装 那最近呢 菲律宾在南海滋事挑衅 动作可以说是非常多 中国052D海警船 此时亮相可以说是威慑里拉满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 随着缅甸局势不断升温 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 在中缘边境展开了武装巡逻 实弹演习 终点演练了 复杂地形条件之下的 多兵种协同作战 特别是在山地 丛林地形的这个防御 还有反击作战 另外一个焦点 我们就来关注南海 美国 印尼等另外八个国家 目前在这个爪哇岛 还有苏门达拉岛 展开了为其两州的 超级神鹰之盾联合军演 美国怂恿之下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 美国的盟友和印尼的防务关系 也正在不断地加强 稍后一块来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 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日前美国媒体报道说 卫星图资料显示 中国大陆的上海江南道船厂 似乎正在建造一艘 外星神似中国海军 052D型导弹驱逐舰的船舰 有舰炮却未预留 导弹垂直发射位置 美国军事专家研判 该船可能隶属中国海警 若大量建造 以052D型驱逐舰为 在台的海警船舰 其未来可能会频繁出没 于第一岛电外执行任务 根据军情困扎士 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 以052D型驱逐舰 为基础平台的新型海警船 已经开始建造 这种6000吨级的海警船 在动力洗停的方面 与052D型驱逐舰保持一致 透过平台通用化 便利后勤维护 同时开辟更开阔的 甲板离起降直升机和 无人机提高空中支援能力 海警版052D 填补了大型海警船的空档 最大优势在于 具有强大的远海行动能力 将为海警部队 前往中原海岛礁 执行巡逻 执法等多样化海上任务 提供有力居称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 挑衅姿势动作频频 中国海警部队 持续战斗在 维护海洋权益的第一线 与此同时 海警装备建设取得新进展 第一艘在052D驱逐舰基础上 简约化建造的 海警船日前下水 即将展开提装 以进船数计算 中国海警是目前世界规模 最大的海警队伍 但还是在诸多短板 一是大堆位海警船 比例偏低 二是远海直航能力相对不足 三是缺乏拥有 直升机五人机平台的船只 有大公网的技术人家 就指出 近期中国开始利用 052D型驱逐舰的平台 建设新一代超大型海警船 其排水量将达到 6000吨左右 以中国造船业的实力 海警版052D短期内 大量下饺子不是难事 因为052D的军改景 不仅非常容易 而且成本不高 适合批量化改造 因为052D的技术 已经非常成熟 再加上055大区服役多年 气泡秘性也不如当年 因此军方完全会将 相关图纸发给各大船厂 进一步降低建造成本 再加上052D 本身采用的就是模块化设计 因此可以根据海警的需求 进行举舍 豪距反舰导弹 防空导弹 反潜鱼雷等 在保留130舰炮的基础上 还可以添加更多 电子通信的模块 中国海警现役传情体系中 有两艘1.2万吨级的海警船 其余船只都在6000吨级以下 且以2000至4000吨级的 执法船为主 存在吨位端层 而海警版052D的出现 正好填补了 大型海警船的空档 海警版052D 在动力系统的方面 保持了与052D驱逐舰的一致性 装备两台柴油机 和两台燃气轮机 可以提供约30节的最大航速 并且拥有卓越的远洋续航 及适应恶劣海况的能力 根据军军关架式栏目 掌握的最新情资 由于任务类型的普通 052D海警船 相比海军的052D驱逐舰 进行了适应性改装 船体长度 宽度以及排水量 都有所缩减 并拆除了052D驱逐舰的 130毫米舰炮 换装了目前中国海警船 标配的76毫米舰炮 取消了不设导弹 垂直发射单元的空间 移除了舰手炮和舰条之间 用于安装进防炮的 炮位甲板基座 开辟了更开阔的甲板 一起将直升机和无人机 提高空中行动能力 海警船舰舰条顶部围杆上 安装了一部 HLJQ382型警戒雷达 较之现役海警船 常见的364型雷达 更为先进 能够提供全方位的 海域监控能力 尤其是可以更快速精准地 进行追踪锁定 远距离及低空目标 因此借助试航性 自实力探测力等综合优势 05RD海警船 将极大提升 中国海警的快速机动部署 远海执钦执法 应急响应处理 突发事态等能力 维护广袤的海洋导礁权益 成为未来海警船艇体系的主力 根据南华早报的 军事评论员分析 一旦海警版05RD服役 在南海 台海和东海的 海上执法中 中国海警的底细将会更足 甚至还可以未雨绸缪 为可能发生的 台海统一之战保留后手 因为一旦中美之间开战 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军舰队必然会有所损失 而05RD的设计简单 制造时间短 解放军海军 可以在短时间内 迅速重新组建起一支新的舰队 有了这样强大的 备用海军战舰在 中国在保卫海疆安全 和海上权益方面 也进一步提高了话语权 据解放军报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 南部战区司令部日前表示 南部战区组织陆军部队 赴云南省瑞丽市 临舱市郑康县等边境一线 开展临边武装巡落 和空地联合情训 根据军情快诈市 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 南部战区空军猛空训旅 近日也展开了一场 全要素的编组联训 该旅区分训练阶段 科目内容等进行科学编组 并根据演练考核情况 针对性组织普查训练 完善了各项机制与平补指标 中国大陆云南省瑞丽市 三面与缅甸为零 是云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毗邻缅甸多个县 而郑康县也有 与缅甸国杆接邻的口岸 缅甸自2021年军方接管政权以来 国内局势急剧恶化 反政府武装与缅甸军政府的冲突 日趋激烈 战火持续升级 缅甸政府军开始采取极端手段 进行反击 包括使用远程火箭炮和重型榴弹炮 对林第五控制区进行猛烈轰炸 这也导致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这一步加剧了缅北的动荡局势 有智库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 中国大陆解放军在中缅边境的 此次十兵时代演习 其意义不仅在于展示军事力量 更在于向缅甸境内的各方势力 传递明确的信号 任何试图将战火 引向中国边境的行为 都将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制 中国不仅有能力保卫自身的领土完整 也有能力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制止任何对边境地区安全的威胁 根据军群观察师揽幕掌握的最新情资 这次演习中 中国大陆解放军重点演练了 复杂地形条件下多兵种协同作战 特别是在山地从临地形中的 防御与反击作战 演习还模拟了边境地区 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 如大无魔难民涌入 跨境武装袭击等等 分析指出 这些演练不仅提升了 中国大陆解放军 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能力 也进一步巩固 中国在中缅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 另一方面根据香港明报报道 中国海军一支舰队 日前开始技术停靠越南 进行为期三天的补给修整 当中包括两艘海水量 达2万吨的071型船坞登陆舰 在南海局势因中非连串海警冲突 而紧张之际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日前披露 由南部战区综合登陆舰 五指山舰 齐连山舰 核导弹驱逐舰 核飞舰组成的中方舰艇舰变队 在完成非洲合体团结 202次联合演习任务后 前日抵达越南金兰湾军港 越南在码头举行了 隆重的欢迎仪式 参加欢迎式的人员 还登上了五指山舰进行参观 平靠机间 中央海军展开了专业交流 联演联训 本体联谊等活动 五指山舰和七连山舰 可搭载七点登陆艇 两栖装甲车 载舰直升机等多类型武器装备 续航能力强 是解放军主要的登陆作战装备 据解放军报报道 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 台海问题和南海主权纠纷等 区域紧张局势下 印尼美国和另外八国数千名郡 近日在印尼爪哇岛和都美大拉岛 展开为系两周的 超级神鹰之盾联合军演 美方对外声称 这一演习已发展成为 所谓增进集体能力的 世界级多国联合活动 印尼局参加派人 则强调 永细与南海局势无关 志在加强各国在军事方面 特别是协作能力上的合作 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 自行情资 此次超级神鹰之盾联合规模 创新高 无论是参演国数量 还是参演人数均超过去年 印尼派出约4400人参演 美国约1800亿军员 和数百名来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加坡 法国 韩国 英国 和新西兰等国的军方人员 参加演习 还有12个国家派出观察员观摩演习 此次演习科目包括空降作战 联合打击和两栖行动等 由美国智库军事生家指出 此次演习首次纳入网络科目演练 估显美国和运尼 对加强网络防御能力的重视 此外 韩国 加拿大 法国等国 首次加入该演习 进一步折腾出 美国企图加强印太盟友 伙伴网络的决心 有南华早报的军事生家分析指 包括超级神鹰之盾在内的联合军演 是美国在军事层面 推进所谓印太战略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 美国在印太范围内 组织或参与的连演数量不断增加 连练科目向实战靠拢 名义上是互为自由开放的印太 实际上则是逐步完善 在印太的军事部署和作战准备 而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持续扣容 反映了美印尼之间军事关系的不断强化 印尼击出海上交通要件 基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美国将印尼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国 联合演训规模的扩大 只是美印尼近年来 推进军事合作的一个方面 根据军群传加士栏目掌握的资金情资 去年印尼分别与波音公司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建议 购买了24架F15EX战斗机 和24架黑鹰直升机 随后美印两国又举行首次 高级别2加2外交政策和防务对话 日前美军太司令帕帕罗6到访印尼 与印尼之方深入讨论海山安全 文道援助和联合演训等多项合作 并作出承诺美国会持续协助 印尼国防军力现代化 有国际关系专家认为 在美国的朋友和支持下 日本 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 与印尼的防务关系也在不断加强 前不久印尼和澳大利亚防长实现互访 印尼与日本也建立了2加2对话机制 基于上述发展 日本 澳大利亚加入超级诚意 针对演习便不足为奇 美国究竟盟友不断在印太搞联合演习 对地区局势注入不安定因素 这些演习往往有着鲜明的 直向性和针对性 除了加强军事威慑外 美国还几乎在印太海域发生危机 或冲突时 能与盟友一道进行联合干预 分析师认为 印尼传统上放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无意在大国之间选边战队 因此在加强与美国之间盟友 军事合作的同时 印尼是中断化该演习的战略影响 如演习中纳入不少民事内容 在可预见的未来 印尼基于自身战略利益 仍将在大国之间 保持有利于己的平衡政策 好 本周还有一个关注焦点 就是超级神鹰之段 演习最初只是美国和印尼 之间这个双边陆军演习 2022年开始扩展为多军种的演习 并且有更多的伙伴国家预论 那作为升级之后第三次的演习 韩国 加拿大 法国等国首次加入 进一步凸显出了美国 企图加强印太盟友伙伴的 这个网络考量 印尼呢 在近日还和美国的 这个核心盟友澳大利亚 签署了一个防务协议 设计了彼此领土上的运作军队 海上安全等等合作议题 根据我们军事官暗示的分析 这一系列的操作 让外界开始担忧 北约正在加速亚太化 从而呢 对于印尼等东盟国家进行拉拢 那与其同时 菲律宾持续在南海制造事端 可能会让部分的东盟国家的立场 产生动摇 认为自己有机可乘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来问一下 日本东京方面的毛峰先生 刚才片段当然提到了 日本陆上自卫队 日前车印尼参加了 两栖作战联合军演 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 还有澳大利亚近年来 和印尼的这个防务关系呢 也在不断加强 对此您有怎样的研判呢 那么日本派出水陆机动联队 等陆制部队 到印尼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一起展开两栖登陆等联合军演 这是第一次 也是新的突破 那么过去 日本与印尼仅仅只有海上的联合训练 那么现在是扩展到了陆上作战部队 而且还有美国澳大利亚等部队的直接参与 那么这一方面突显出 日美澳这种铁三角的军事联盟 正在联合东盟国家 通过进一步扩大在南海国家 形成朋友圈 来推进印太战略 签制中国 那么另一方面 印尼也是东盟的核心国家 也是南海地缘政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日本加强于印尼的军事训练和防务合作 既可以提升日本军事介入南海有事的那么一种便利性 同时也可以为今后日本先进的军事装备出口 打开新的市场 可以说也是一举两得 好 谢谢盲峰先生解读分享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焦点 就是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网船近日已经是展开了第四次的海事 那电磁弹射还有这个舰载机的起降 是测试被受外界的关注 详情我们来看一个片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上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长江口大型船舶 深水航道实施交通管制 其内容同中国大陆解放军福建航航母 前三次海事所发警告基本一致 外界认为福建航开启了第四次海事 部分媒体还亮出了多张 据称是福建航驶离江南造船厂的照片 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见 上面搭载着歼15寒射型战机 和空警600预警机的全尺寸模型 另外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 掌握的最新型资还有照片显示 福建航停泊在港期间 甲板上一度出现了三个形状规整的 长方形阴影 分线是认为是电磁弹射器后方的 档焰板触起来在进行测试 福建航从5月份起就进行了三次海事 前两次先后进行了航母本体动力 与电力系统的近海与远海测试 第三次据报道进行了近载机绊 飞航舰 模拟着舰等相关项目测试 台湾国际战略关系专家 台湾的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 鉴于福建号的前期准备 与先前的海事内容 舰载机起降会是第四次海事的核心内容 其中电磁弹射器的表现 与舰载机起降的次数 会是各方关注的重中之重 由于福建号采用平直甲板 而非山东号与辽宁号的华热式甲板 台湾是否会对舰载机起降产生影响 也有待观察 最新的情绪透露 在福建舰次次起航前 社交媒体上有照片显示 长期有四架舰载机的全尺寸模型 停留在甲板上 除了歼15战机和空警600预警机 两种机型外 还有一次歼355隐形战机 和教10教练机各余架 且四架飞机模型的摆放位置 不断有调整 分析人士认为 这应该是在实验航母甲板运作的动线 摸索人员与舰载机的走位 因为航空母舰的甲板 是一个非常危险又相对狭小的空间 同时专家也指出 固定舰载机的起降 不会一次海事就完成 在最后 有台湾智库的军事家指出 在福建舰之前 中国大陆解放军 并未有一艘真正的电子弹射航母 属于是摸着石头过河 近年来 解放军在装备上 采取小步快跑的战略 先解决有无问题 再解决好坏问题 而这方面的反面密子 便是美国的福特号航空母舰 福特号于2005年8月正式开工建造 2017年才正式加入美国海军 中间这12年时间 经历了多次延期 追加预算已知事故 在交付之后 同样问题不断 致使福特级2号舰的 海事预期不断耗延 而中美不仅在航母 建造的思路上不同 在航母使用上也完全不同 美国的航母编队 以航母为核心 注重夺取制空权 以打击对方舰艇和军舰目标 而中方的航母编队 并未采取这一思路 编队的主金骨 其实是055大区 由两艘055上200多个垂发单元 构成编队的主要活力 而航母的作用 则是为舰队编织起防处网 中方的航母编队 实际上起到的是 区域具体的作用 另一方面 据解放军报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军航母山东舰 和多艘战舰组成的舰队 近日进行了 远海远域实战化军列 训练范围覆盖南海 西太平洋等海域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 过去的演练范围 一般只会称为远海 舰队在海外靠岸训练 才会称为远域 而中国的航母 或075型两栖攻击舰 过去从来没有在海外靠岸 根据军情关押时兰部 掌握的最新情资 舰队由多达9舰水面战舰组成 其中包括了排水量 几次于航母的 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 另外还有两艘 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 两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 两艘054A型导弹驱逐舰 以及一艘901型综合武器舰 舰上的舰炮曾进行 实战射击演练 航母上战机也曾进行 实战攻击演习 由美国支部专家又指出 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 中国两种最大排水量战舰 组成同一舰队展开军事行动 我们不能发现 这个网络上关于中国航母 福建舰展开第四次海事 这个相关消息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本次我们请到 来自台湾方面的失效委先生 事先请问一下 对于福建舰第四次的海事 你有怎样的观察和研判 山东号南海展开了远海 这个远域的实战化训练 对地区的局势发展 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福建号第四次的海上测试 其实也就代表 它进行的海上测试 应该是依照计划 而且逐向的 在验证跟改善 舰上的各个状况 也就是说如果找到了有缺点 就要进行缺点的改正 如果没有找到缺点 也就是状况OK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验收 至于很多人关心 是不是要让舰载机 在航舰上大量的进行 这样的起降 其实这个部分是会等到 后面交船以后 解放军海军的海航单位 整团建置的进出到船上之后 会进行这样的压力测试 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 山东号在南海 以及未来准备进到 菲律宾海 进行一系列的演训 其实以山东号来说 它现在在解放军海军里面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航空母舰 它既然是一个成熟的航空母舰 它自然会有 它固定的这样的演训 在南海 在跟菲律宾海 其实也是在这个区的演训 代表解放军的军力 在这个区域 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展现 以及存在 主要是要传递这样一个讯息 未来的山东号 当然等到福建号成军之后 山东号上面的一些 成熟的飞行员 可以快速的转换为福建号这样一个飞行员 然后当然要经过这个弹射的熟悉以后 那未来其实两艘航舰 甚至于还加上辽宁号 通过大陆总共三艘航空母舰以后 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 也会形成一个 这个完整的这样的南水海军 不过我还是认为 未来解放军的这个海军 真正要发挥这个作用的一个空间 也发挥它效益的空间 主要还是向南向西 维护这个大陆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这样一个畅通 好 谢谢施孝伟先生的解读和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海上安全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 传出了即将进行成立 70年来最大的这个改制编组 四支护卫队群呢 改为了三支水上的这个战群 我们来看一个片段 根据美国海军新网站消息 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 将准备废除 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护卫舰队与扫海舰队编制 并建立新的水上舰队 一位推议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长 接受美国网站采访时表示 这次的改组 对于长期在海上自卫队服役的军官来说 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改革 预示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转手围攻 日本防卫省试图以重组的方式 建立一个连击舰队 附航部队与水雷战部队 并可以进行集中指挥与监督的系统 报道也指出 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 海上自卫队的重组行动 最慢会在2025年台年结束时 也就是2026年3月左右完成 美国海军新闻网透露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 由部位舰队和扫海舰队组成 而在重组完成后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 将被分为三个主力的水面战斗群 一个两栖水雷战斗群 以及一个少界防备群 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现有的四个护航舰队 重新编制成三个水面战斗群后 每个水面战斗群的舰艇数量 都能有所增加 让每个水面战斗群 都更有效率地执行轮换 训练以及维护等任务 日本防卫商业强调 急急情况发生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三个水面战斗群 具备同时行动的能力 足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新的两栖水雷战斗群 也会将现有的运输舰 两栖舰艇合并编制 用以支援水雷战斗或两栖战行动 一名日本的国防官员 接受访问时也指出 此次的重组行动 将会让原本的舰队护航部队 简单地转型为水面舰艇部队 根据军警观察室栏目 掌握的最新情词透露 日本海上自卫队之所以决定重组 是为了响应2022年12月制定的 国防建设计划 让现有的护航舰队 与水雷战部队 重组为水面舰艇部队 并让海上自卫队成为 日本政府中央可直接调度的力量 日本防原神也指出 一旦海上自卫队的重组行动完成 海上自卫队将会有 五个水面舰艇部队群 下下21支不同的部队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四支护航舰队都各由 一艘直升机航空母舰 五艘通用驱逐舰 以及两艘神盾驱逐舰 总计八艘船舰完成 如果将四支护航舰队 重组为三个水面战斗群 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 新的扫雷舰队中 也会部署一艘直升机航空母舰 借以枪化两栖水雷战队的战斗能力 有台湾智库军事阵战指出 此次日本海上自卫队改编计划 无疑是其成立70年以来 最值得注意的 从护卫舰队到水上舰队 护卫队群到水上战群 标志着海上自卫队 向正常化军事化进程上的 再次加速 从具体编制变化来看 尽管四支主力护卫队群 数量缩减为三支水上战群 但由于巡逻警戒群 将主力舰队部队 从日常杂物中解放出来 因此可能使日本海上自卫队 口用主力舰队数量 不降反升 让每个水上战群的兵力 相比此前护卫队群时期更为充裕 更为了日后进一步解放 远洋兵力迈出了重要一步 而此前独立的澡海队群 变身水陆两栖战水雷战群 纳入水上舰队 使日本海上自卫队 主战舰队和两栖扫雷部队的联系 相对更为紧密 加强联合作战水平意图明显 过多或少都体现出了 日本方面对强化在其周边 邻国等海域的军事存在干涉 乃至先发制人的 直接进入能力的可求 并着手为实践全面突破 和平宪法构筑物质保障的 某种趋势和企图 我们看到日本海上自卫 对这个大整编 为强化战力转手围攻 还是军队政府内部的全市之争 稍后回来分析 欢迎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废除老牌的护卫舰队 日本海上自卫队编制大改 这次我们也请到 日本方面的军事观察员毛峰先生 毛峰先生请问一下 您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 有何要解读呢 那么在没有修改宪法的前提下 这是把护卫改成水上 从根本上来说 也就是日本要彻底抛弃 专手防卫 护卫的一个重要信号 那么第二个呢 从战术层面上来说 也就是要将原来自卫舰队的 四个护卫队情 那么一种八八舰队的体质 整合新边围三大水上作战群 同时呢要增加或者说新增水陆两用战 扫雷战群 以及强化警戒防备等作用的那么一个作战群 那么根据我的了解 特别是这当中还将包括组建新的航母作战部队 那么标志着日本海制舰队 经过这么一种整合转变成为在一元化指挥下 能够攻防兼备 并能够展开远洋海上作战的那么一支远洋作战部队 那么第三呢是从海制作战部队改编入手 今后陆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也将进行新的整编 并在新色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统筹指挥下 形成海陆空天电网六位议题 有效混合融合的全新作战模式 由此日本放弃专守防卫的防卫省和支卫队的改名 我认为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好 谢谢毛峰先生解读分析 在最近我们关注到中国大陆解放军 南部战区思源吴亚南 根据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的共识 和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 进行了视频通话 中美两军高层近期的首次互动 引发了外界格外的关注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 那以上就是军情万事的全部内容 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